想要提問一下 就是現在機場不是生猴 脫衣採檢嗎 還有鼻腔採檢嗎 那是什麼情況會遇到呢 是 而且現在這個採檢是會分國籍來決定 他是要脫衣採檢還是鼻腔採檢嗎 第二題是想要請問莊副 就是 往昔貼出您的黑白照惹疫 那稍早的時候 他有提文道歉 不過一度打錯您的名字 那對於這樣的道歉 您接受嗎 謝謝 打錯什麼名字 那我第一個先回答 剛才說打錯名字是怎麼樣 好 沒關係 我先給莊副指導 莊副再說好了 那至於在採用生猴脫衣 或者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鼻腔 這樣的一個 就是我們在落地採檢的部分 都用鼻 鼻腔 因為在生猴脫衣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時間就變 長了 可能要等4個鐘頭 5個鐘頭 加上前後 來回送檢體的一個時間 相對就變得時間長 那落地採檢 其實那個時間我們用 來做的話 大概20分鐘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但是目前他的一個 適應症 適應的 手的方式還是用這個鼻腔 所以在這一部分也只能這樣子做 那當然隨著未來這個訪單 或是這樣的一個 使用的適應症 或是 使用的手段的 所適用的情況 情境 有改變 那當然我們就採用 讓大家更舒服的方式 來做 不過目前 這是因為要時間要快 因為你在後機室也沒有辦法讓人家等這麼久 那如果就檢查完再回去 那就用生猴脫衣就好 那我們希望能夠 降低直接在機場就能夠區隔 現在已經有確診的 降低這個社區的風險 所以這地方也能用逼焉來做 那是因為 這個機器 使用儀器的一個限制 那另外是 打錯名字應該是 看起來應該是無心之過啦 那本人接受其道歉 也祝他早日康復 好 剛剛我沒有聽清楚那個問題 就有關機場的爭議的這個事情 第一 我要 把我們指揮中心的態度要講清楚 第一個 在這裡面來者是客 那任何的一個不舒服 我們都願意表達我們的 歉意 那但是 也要必須明白 在這個落地採檢是我們 這個防疫的一個重要的政策 大家都需要配合 那我們在機場採檢 從1月11號開始到現在 也做了7萬多 那確實在採出有2832位 的一個確診的病患 對我們邊境的防疫 對社區的保全都極具意義 醫護人員 或是我們這些護理採檢 人員都非常的辛苦 隨時待命採檢 那確診人這麼多 對他們接觸的風險 也提高很多 或者我們要對這些護理採檢的人員表達 我們最大的謝意 在這段時間在邊境的防疫天 我們做了很大 很大的一個貢獻 那至於在採檢的地方是視同我們的醫療 機構 台灣的法律裡面很清楚 在醫療機構裡面 我們是不允許 對我們的護理醫護人員 不管是行為的暴力 或是語言的暴力 這都不被我們所接受 我再次強調 有任何不舒服 要申訴 要怎麼樣 這都有他的一個管道 那我們在來者是可 我們要讓他盡量能夠冰至如歸 但是台灣有台灣的法律 跟我們的作法在的